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拍过电影 继续我们来看林青霞她的故事 她有用不可被取代的位置 因为好像再也出不了第二个林青霞了 她在每一个阶段 她知道她要的什么东西 她也会很努力去掌握她要的东西 包括她对爱情 从影三十多年 林青霞也获上百步快智人合并 在许多大导演的眼中 如此影弹巨星 可以说是百年难得一见 徐克就说林青霞这种美呢 是五十年才出过一个人的 那吴雨森也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你没有拍过林青霞 你等于没拍过电影 别怪我 在不及我的话就来不及了 你 你看什么 窗外是林青霞的第一部电影 这位脸庞清秀 气质脱俗的女孩 当年才十九岁 据说她被发掘的过程也很戏剧 1972年的某一天 林青霞和高中同学 在台北市的西门丁闲话 结果被遗孤的导演 宋存兽一眼相中 踏入了影圈 我来吗 哼 不跟你加持了 我要上课去了 她在十九岁的时候 那朋友在西门丁逛街 就被星探 被一个当时那个爱爱星探发现 你知道那种星探 爱爱飞飞的 那真的以为这坏人 什么恶搞怪的叔叔来找她 结果给了那影片 问她想要拍戏 那当时她为之可否 不知道真的假的 这么巧过了 不到一个礼拜多少 又在西门丁又碰到她 旁边还多了一个 爱爱胖胖的怪叔叔 那可不是怪叔叔 大导演宋存兽 其实电影公司要牵着她妹妹 她妹妹长得很开心 不想当明星 创过来这部电影 改编自琼瑶1963年的同名小说 算是琼瑶的半自传的作品 说的是一段不被祝福 不被接受的石胜恋 给琼瑶带来了名声 但同时间也带了不少的困扰 导演宋存兽在1973年拍摄完成之后 就遭到了琼瑶以完全问题 制止在台湾地区发行 我这个片子是在香港看到的 惊为天人 林金霞演出非常好 他的气质很特别 尤其他当时本身正是一个高中生 他又演一个高中生 几乎是本身的演出 他没有受过专业的演技训练 所以基本上就是很清纯的演技 有一段时间早年的时候 林金霞的演技是不被认同 就是人家说他不会演戏 其实他演了琼瑶的几百五 这么多的琼瑶的戏之后 还是有人说他不会演戏 但是许安华讲过一句话 许安华导演就说 他不是 林金霞不是不会演戏 他太美 他的美丽盖过他的演技 窗外这部电影 撮合了秦翰和林金霞这一对金童玉女 巨男美女的组合成为当年 电影《跳访》的保证 之后秦翔林和林凤娇也相继 在文艺爱情片当中出现 正式开启了《二情二灵》的 电影《黄金年代》 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杜老头 谁认识他呀 他是唐朝人 亏你还是学文学的 连杜老头是谁你都不知道 原来你在说杜甫 像以前演 琼瑶他们那些爱情片 虽然我们那时候很小 没有参与到 可是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那个可能跟整个电影的制作环境 跟团队也有很大的变化 也有很大的关系 可能在那个时候 化妆什么发型 可能都得自己来 就是得自己动手 那也不会有什么专业的人 来帮他们打量 那那个时候就是靠他原始的漂亮 他必须真的很漂亮 很上镜头 他才可以撑得起 在镜头上面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我在撒花瓣呢 为什么呢 那些花都已经泄了 开过了就泄了 我把他们丢进水里 让他们干干净净的 流进山里面去 当年据传有年轻女孩 太过于迷恋 二情二零 竟然跑去美容 要求整形医师 要把自己整成 林青霞 林凤娇 像她的下巴是 很特殊少见的 她算是一种 先天的美人肩 那她的下巴 让薇薇看起来有点那种 两个下巴的感觉 其实她是一个下巴 然后这边好像是一个酒窝 她是我合作过艺人 我们常常在讲 那个女生的五官 就是每一个 不是只有讲女生 就每一个人的五官 是都不会对称 对不对 多多少少 都有一点不一样 她是我画过 唯一一个五官 是对称的 然后都不需要 去修饰的 送给我 在那个国贫新盛的年代 票房大卖 自然无法避免 黑道大哥的记忆 特别是票房保证的大明星 几乎没有一个人 可以幸免于难 据说林青霞 一度被大哥压上了杨明山 逼迫拍戏 当年台湾电影 环境的恶劣生态 也让这位剧星 不得不暂时告别影坛 离台台湾 不只是她 其实在台湾到香港 有很多年轻 其实就是当时是在 如果我是黑道大哥 我就放一把墙在桌上 说你要不要拍 当然就是你每拍部戏 你就进账很多 可是她那时候 她一直都是在那种 人情下过日子 比如说我拍了你的戏 但是我必须推她的戏 我才能拍你的戏 可是我的身体又不能复合 同时接三个人的戏 她这种身心俱疲之下 有一段时间林青霞 是很瘦很瘦的 她可能一年要拍个十几部戏 这样子 她一个月 一天可能要跟她三四部戏 她几乎没有时间睡觉 80年代林青霞移居香港 在1982年付出影韩 演出爱上 林青霞不再只会谈情说爱 她的戏路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 挑战自己的演技 在1990年演出的滚滚红尘 让林青霞得到了第一座金马奖 获得了影后的殊荣 比起肯定 滚滚红尘让林青霞摆脱花瓶的阴影 剧传已故的导演李汉祥 当年曾经无意之间 对刚刚出道不久的林青霞说 你毫无疑问是个明星 而张爱佳则是个演员 这番话让林青霞立下了决心 还要证明自己 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 明星跟演员是两回事 有些明星是没演技的 有些演员演技很好 不会变明星 明星我觉得能够走红变成巨星的 有一个不可挖却的条件 就是要很有魅力 那魅力是天生的 没有办法 有些人一走出来 只是很有魅力 前阵子我们去布丹 参加梁朝鲁跟刘嘉宁的婚礼 那当然去的人一边盛装出席 当音乐起来的时候 他跳得非常的享受 然后就非常的开心 明星想很自然就把它 把脚上的高跟鞋就拿下来了 赤脚在地上跳舞 哇 全场那时候 一瞬之间 大家就哗然一声 哇 这样子拍一首都拍一首 然后开心了开心 大家女生每个人都把鞋子拿下来了 你就不知道她的魅力从哪边来的 1992年林青霞在徐克的导演 《笑傲江湖》当中 演出东方不败的角色 他曾经说过 这是他最爱的一部电影 林青霞在一男一女的人物性格层次拿链上 如火纯青 在一个躯壳里 却艳活了东方不败的两个灵魂 林青霞他的演戏功力更上层楼 同时也为他再创事业的高峰 掀起了一股古装武侠片的风潮 不默的不得了 唱你的歌呀 唱我的调 唱及世界逍遥 随着你 随着你 今朝的幻想 下去死吧 幽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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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那一代的美女 啊 譬如说像 我们之前有讲过王主主席 比如像秦霞 其實他们都是在 那个女性的柔美当中 带有一点点那个钢的味道 漂亮 比较因姿焕发的那种漂亮 在他们的整个的人的样子上面 所以他们在演出角色的时候 那个可塑性就会变得比较大 那如果当一个女演员 她只是适合诠释某一种角色的时候 那她的戏路的发展 就会比较被局限 我乃是堂堂大眼国的公主 慕容家的小姐 我的名字叫慕容烟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不认识我了吗 香港有一位国际知名天文学家向问天 他曾经发现过两千多颗的行星 他在2006年的时候 将一颗编号38821号的行星 命名为林青霞 林青霞在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可见一斑 林青霞主演的爱情温衣片 为当年许多的少男少女 编制了一个美丽的梦幻 而她自己本身的爱情故事 甚至比这些电影情节 都还要来得精彩 那么爱情曾经带给林青霞 甜蜜的幸福 但是却也带给她许多沉重的压力 以及无比的痛苦 我们来看到当年才刚刚出道的林青霞 她第一部的电影《窗外》 就是和风流倜傥的秦汉合作 结果19岁的林青霞 爱上了26岁的秦汉 这对金童玉尼的荧幕情侣 假戏真作 但却因为秦汉 早就有了家世儿女 林青霞因此背负了第三者的骂名 她一度短暂地告别影韩 飞到了林 而据传秦祥林那时候也追到了民国 在苦苦地追求之下 两个人甚至一度论起了婚下 不过这一纸婚约只维持了四年 因为在林青霞的心中 秦汉始终是她的最爱 根据最近出版的一本自传 林青霞在书中透露 她爱秦汉爱了二十年 而这对恋人为何终究无法修成正果呢 林青霞她淡淡地表示 在适当的时间 遇到了适当的远 那就是缘分 她是二龄嘛 二龄不跟二星谈恋爱 跟谁谈恋爱 因为戏里戏外 假戏真作 那秦汉的老婆少乔英 当然没有办法 业下这口气 少乔英也是个美人胚子了 一切似乎就是这么顺理成章 大荧幕上面的金童玉女传出了飞吻 据说林青霞和秦汉 在窗外这部电影首度合作时 彼此都产生了好感 无奈当年秦汉已是有妇之夫 在飞吻曝光之后 她和妻子少乔英 闹出了离婚 也见了爆 外界直指林青霞 就是介入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之后 经过这场大户 我才彻底了解 原来我爱的一只是你 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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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我的无知 原谅我的糊涂 原谅我 原谅我 那秦汉当时是26岁 已经结婚的一个首男 有两个小孩 有一对儿女 包括了孙国豪 那个时候秦汉的老婆 是邵乔英 那个时候两个人 是门当户对 秦汉是将军之后 邵乔英是台湾 最大的化妆品公司 Miss佛陀 台湾公司老板的女儿 两家是门当户对 那林青霞爱上了秦汉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作家瓊瑶在书中透露 林青霞曾经对她说过 处于三角关系 十分的痛苦 她一度远避海外 前往美国 有人说她是为了闪避 黑道大哥 逼迫她拍片的压力 但亲近她的朋友都知道 林青霞是承受不了 负面新闻的压力 她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 这段感情的很复杂 因为秦汉有家世 那么 林青霞又这么明显的爱 圈内大家都知道 那么当时 我记得 萧小英还出来做秀 因为那时候秀场 非常流行 然后萧小英做秀 还在秀场上 把这段事情讲出来 就是大明镜 进入她的婚姻 那 秦汉一直不愿意 秦汉也爱着林青霞 但她不愿意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第一个 她不想让她的儿女 在破碎家庭中成长 山从来不会欺负人的 只有人欺负山 人怎么会欺负山 他们砍树 搬石头 挖泥土 甚至放火烧山 这不是欺负山吗 林青霞19岁就踏入了影坛 她和一般的女孩子一样 渴望一段梦幻的感情 她谈过几段纯纯的恋爱 包括了男演员 沟峰 石峰 还有宗华 都曾经和林青霞 扑过练曲 那时候我们就找宗华 因为我也都少了宿舍 这个宗华修华 一看 我要去找她 就有很多人跟我讲 哎呀不要去 不要去 我说为什么不要去 林青霞在里面 跟她聊天 真的 那我们就偷偷从窗子去看 他们俩在一个灯 这个台灯底下 两座去聊天 也没坐沙发去 坐在那个茶几旁边聊天 他们这些感觉是 我不知道她谈什么 她都很愉快 我想那个时候 还没有像现在这种开放 现在好女孩子 看男孩子 后男孩子看女孩子 她什么叫感情 有关系她叫有爱情 没有关系 她觉得不是有爱情的 不常去 寻想里也和林青霞 发生过一段感情 甚至一度论急的婚下 博着婚约只维持了四年 因为在林青霞心目当中 她的最爱始终是情汉 林青霞那时候 每一年70年代的 国产片 她每年大概有10到15部的作品 是非常多产的 到了我戏片云 这个秦祥林进来了以后 我就开始 因为戏里面三角恋爱 因为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真的 为什么假计真做 那时候台湾的文艺片 非常的盛行 每天就是每一部电影 就是秦祥林配 林青霞配秦祥林 下一部就是林青霞配秦翰 然后这部就是林凤娇 反正就是这样子 错终复杂的关系 那里面的爱情是浓烈的 那拉到戏外里面 因为戏跟人生都分不清楚嘛 下了戏每天都在嘎戏 每天都在拍戏 戏跟人生根本分不清楚了 她跟查理之后一天有订婚嘛 然后这个秦翰为了林青霞 好像听说追到美国去 然后再又把她从美国 把她弄回来 对她感情的纠纷就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就是秦祥林飞到了美国去追她 因为秦祥林跟肖芳的婚姻结束了 她追到了美国去找林青霞 但有一个说法就是 那一次其实秦翰也追过去 但秦翰当时因为还没有离婚 但是秦祥林追到了 因为秦翰 因为当时他们都追到了旧金山 以为林青霞会到她妹妹家去 但是其实林青霞是夏威夷 所以她妹妹告诉秦祥林 她姐姐在夏威夷 结果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秦祥林追到夏威夷 秦翰没有 秦翰就从旧金山飞回台湾了 《二情一零》的三角习题 似乎比电影情节还要曲折 1979年亚太影展影剧圈传出的林青霞 在新加坡服药自杀的消息 加上当时秦翰和妻子 邵乔英闹离婚 两件事情很自然地产生了连结 不过多年之后林青霞否认自杀 她说当时的确很消沉 心情非常的忧郁 她只想要好好的睡个觉 但绝对不是自杀 她坦承那段日子 是非常的痛苦 那个时候很轰动那个新闻 大家都觉得因为她跟秦翰的苦恋 就是苦恋嘛 因为也不能够明目的 张胆明目的这样交往 就是苦恋 戏里面爱得很棒 天天穿婚纱结婚 戏外就不能够这么名正言顺在一起 所以就 可是那一年林青霞否认她是为了爱情自杀 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为了秦翰 但她就说她因为那一年没有骗餐展 可是国家新闻局派她去征召 一定要去参加 她在新疆会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想不开就吃完没有吃多了 林青霞介入了秦翰跟她的家庭生活之间 有很多的事情 包括了秦翰的老婆邵乔英也自杀 1990年这一对荧幕情侣 在电影《滚滚红尘》里再度的携手合作 故事描述在动荡不安的乱世当中 一对恋人爱得辛苦 一个女作家爱上了背负汉奸骂名的文官 两个人在大陆沦陷时面临了生离死别 这一条爱情的道路 秦翰和林青霞在戏里戏外都走得格外的辛苦 这个时候其实他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很密切 那个两个人不管是在住的地方 我其实当时他们住的仁爱路 大安路的地方两家住得很近 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大楼 虽然门牌号码跟路都不一样 但是两个大楼地下室同样 所以秦翰经常是到林青霞家家里面吃早餐 后来被他们朋友发现了 原来他们可以避掉媒体的追逐 避掉媒体的耳目 他们可以是这样子到互通到对方的家里去 1985年秦翰和妻子离婚了 林青霞也和秦翔玲解除了婚约 这对苦恋的爱人终于得以摆脱压力 好好地交往 但无奈好景不长 在1993年两人再度地分手 一个关键点就在于1994年 林青霞在上海拍刀剑笑 拍这个武侠片的时候 他生病 他生病的时候 他非常需要秦翰在他身边 那么他就打电话叫秦翰 飞过去香港陪他 可是那个时候秦翰没有去 在内刹那他没有过去 可是谁过去呢 谁去陪他呢 就是行李员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独孤求败 去 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94年林青霞闪电宣布 下架富商行李员 他说在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年龄 遇到了适当的对象 而那就是缘分 影剧圈的人 帅哥美女看太多了 美女呢一张开的眼睛 都是帅哥 那其实他们真正看到一些 我们荧幕上面的一些帅哥 他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 真的不像荧幕上 那么痴情的时候 他们会找到一个 真正的属于 比较pure 比较真实 比较可以依靠的背板跟胸膛 那我觉得可能外界 对心理员行先生 他的外形不是这么看好 可是我觉得 他的心地 或是他对他员工的负责 对事业重心的一个冲净 我觉得那是林青霞愿意 将他自己的幸福 托付给他的原因 在七零年代台湾歌坛 要力捧一个新人 成为一个偶像并不容易 他必须要通过电视台的 层层的考验 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两位 在当年不过二十岁出头的 小女生姜琳还有沈彦 她们就通过这样的考验之后 终于成为在台湾歌坛 第一代的玉女偶像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 是在姜琳的部分 姜琳当年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并没有一炮而红 直到第二张《我的小妹》推出之后 唱片大门了三十几万张 姜琳当年的妹妹头的造型 也瞬间在台湾 造成了一股的流行 至于沈彦 她最早参加华氏的训练班 当时她的同期同学 还包括了有熊海玲 马士丽等人 不过沈彦她因为外形 甜美可人 她成为华氏力捧的新人 后来有一家唱片公司 在电视上面看到了沈彦 惊为天人 立刻将她网罗 成为旗下的艺人 在1981年 她发行这张专辑 一串心一泡而红 当年沈彦和将领 尽管都是同一家公司 捧出来的五项明星 但是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下 据传两个人朋友心结 彼此后不见后 我二姐江临是小妹头吗 那小妹头的那种风潮带你 那时候全台湾的 或者是生了很多心情的 外国外的新加坡 马西亚 香港 都很风云这个 小小的一片鱼呀 慢慢地跳过来 请你们谢谢教养 真是停下来 其实江临跟沈彦两个 都是敢爱敢分的女孩子 我觉得她们其实是造型古典 但是她们的内心都非常的显代 70年代台湾歌坛出现了 两位玉女歌手 一位是青春活泼的江临 另外一位则是文静梦幻的沈彦 两个人的面貌较好 气质出众 堪称是台湾歌坛 第一代玉女偶像的掌门人 第一段下海满山坡 请你结伴去交友 也愿意不来看我 带我上山去走一走 为什么 第一段上海滋路 她觉得都没有人找她签名 都没有人认识她 那种感受是在跟一个大牌 像阿B那时候很大牌 第二章的时候我就觉得 她真的是 蛮有她的特色的 就是我的小妹 龟人 那首 这两首歌是有欢迎 小妹呀小妹 真是呀真是 我跟江林第一次认识是在游览车上面 因为我们都是华士立鹏的新人 然后因为之前我就看过她上过一次电视 那时候她绑着一个马尾 我就觉得这女孩子还蛮特别的 那时候她还没有剪刘海的发型 我说我心里想说你还是应该会活 在老三台时代 华士为了壮大声势 从台势挖角的张小燕 崔台青 刘文正等人 至于潘安邦和江林等人则是华士立鹏的新人 演唱进化歌曲 后来江林因为参加广告试镜 被一个唱片制作人向众推荐到了歌林唱片 并且发行了她第一张 我心属于你的专系 我当时这张唱片并没有让江林一炮而红 直到第二章我的小妹 销售量突破了三十万张 还算是真正打开她的知名度 我心属于你 就是在那个 跟阿B在 在那个 就是他那个 那种签唱会的时候 都没有人找他签名 都是阿B 那时候钟正陶嘛 阿B 温阿乌乎那个 所以大家都找他签名 那时候我看见他很失落 可是第二章说 他就 我的小妹就脱颖而出了 在那个时代里面 大概很多的艺人 都喜欢模仿日本的艺人 所以江林那时候 因为他很清纯 所以那时候讲 歌林的歌林餐饮公司 他们在研究说 我们要把这个 怎么样塑造江林 那他们就讲了 江林的情况 跟这个吉永小百合很像 那一次用小百合 太古国手 亲生的方式来做 其实江林是一个 非常豪爽的女孩子 所以她荧幕上的形象 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可爱 可是她私底下 有点像大男生一样 像小男生一样 所以我们都 我们给她外号叫做 歌林大喇叭 手把数而栽 一排又一排 终于清光带 歌林唱片成功塑造 小百合将临之后 文静梦幻的沈雁 也是唱片公司 力捧的玉女 沈雁高职毕业之后 曾经拍过洗法经广告 后来她报告 华氏训练班 特有的气质 和唱歌的天赋 脱影而出 成了华氏的基本歌星 后来歌林唱片 在电视上看到了沈雁 立刻将她网罗成为旗下的艺人 《踏浪》是她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沈雁呢就是人如其名 就是有点成于落雁 她本人的个性也是比较安静一点 然后比较不太说话 在游览车上面都是静悄悄的 那时候也是被大家看好了 那很幸运的是 她跟江林一起在歌林发片 第一张专辑就是踏浪 歌林唱片成功策略 让张临沈雁带起了 玉女偶像的风潮 风鸣了无数的少男少女 我因为两个人几乎同时间走红 经常被媒体拿来相提 并论大作文章 尽管同属于同一家的唱片公司 却传出了彼此有心结 后不见后 我是 Oláлей的这个歌 让我依偏好 腕力 在那上 些事 生日 输人 任职 知道 碰浪 有 西 有 在 zn 那 独 madness 和 绝 你 沈云彦是属于比较柔和 然后比较女人的那种感觉 那江林她属于比较小妹啊 就是跟大家那种活高中大学生 那种军中情人那种的 第一个姐妹妹刘海投的是尹霞 当时真的造成话题的是尹霞跟江林 因为两个都是一样的妹妹投 但是应该说尹霞是始作用者 但是江林把她发扬光大 这个妹妹投到现在为止 在路上还常常会看到很多年轻的妹妹 喜欢剪这个发型 江林一共发行了19张的专辑唱片 每张唱片几乎都突破30万 平均一年要发行两张唱片 随着新人辈出 江林她人气略显下滑 在低潮时期用一手分手 让她再创事业的高峰 我截入了你的心 分手是在她的中后期的时候 她的演艺唱片圈的演艺世界 有一点比较下滑的时候 刚好我写的这首歌 其实也不是针对她写的 是一个我写在放在抽屉里面 放了两年多 她想说我姐姐刚好要出唱片 好 那就拿给她唱 你没想到这个分手 就一次让她再进来 分手的时候 叫我心碎 当我心会流下来 不知道是为了谁 至于沈彦在歌林发行了 两张唱片之后 就跳槽到了新东家宋艺 1981年底 正当影侠江林都已经发行了 好几张专辑时 沈彦终于推出了 她第三张专辑《一串心》 简单的歌词加上轻快的旋律 成功地为沈彦攻上了 当红首席玉女红星的宝座 她与人气远胜于江林和影响 沈彦在歌坛相近六年的时间 一共发行了八张的专辑 1985年她发行四级专辑时 正好碰上了林慧平发片 当时林慧平人气阵望 坦称是第二代首席玉女 两个人同时间参加电视台综艺节目 相较之下 沈彦显得成熟嫩媚 但因为感情问题闹得沸沸扬扬 她未能够挽回歌迷的心 从此消失在荧光幕前 那你来听听我们等演唱的 来 很小心心数不清 看看都是我的梦 等你又今天一飘过 你看吧都数不清了 既然你要走 请别回头 让我习惯 孤独的生活 一个人陪伴着寂寞 我去淡淡的离手 将领18岁走进了演艺圈 发行中国新娘唱片时 已经30出头了 为求对一个好归宿 她决定吸引走入家庭 15年的演艺生涯 在此画下了完美的句节 你的目光说密切 我们的一生已经满意 不要抱歉 不要告别 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 没有人会流泪 泪流 当年唱片公司成功地打造 江陵和沈燕 成为台湾歌坛第一代的玉女偶像 我要当一个偶像明星 你必须要被迫牺牲很多的事情 包括你的时间 你的隐私 甚至你的爱情 在当年为了要保持良好的形象 唱片公司严禁偶像 不准谈恋爱 闹绯闻 同时也不能够有任何的负面消息上报 这对于当时才20岁出头的江陵 还有沈燕 的确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 以及考验 江陵在踏入歌坛的出席 严守这样子的规矩 她不敢谈恋爱 直到她的演艺事业出现了低潮 她才开始有了成家的念头 她偷偷交了男朋友 谈了两段的恋情 但因为身为玉女偶像 江陵非常的低调 直到她退出歌坛 才跟现在的先生结婚 她的婚姻非常的幸福美满 至于沈燕呢 虽然她外表柔美梦幻 她的个性非常的强硬 在出道之前呢 沈燕早就有一个 交往多年的男朋友 他们公司认为 既然没有惹出负面消息 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没有想到 后来沈燕竟然闹出 一个大绯闻 她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 结果爱上了一个 不该爱的男人 沈燕她介入了别人的家庭 成为第三者 在当年的社会舆论 根本不可能接受 更何况是一个 家喻不小的大明星 这个绯闻事件 重创了沈燕 她的演艺事业 不过沈燕却说 她永不后悔 其实我们来看 当年《玉女偶像》 她们的感情世界 我想问你在那夕阳下 你要说的那句话 我想问你 怕你能回答 那一句执行话 公司花了上百万千万 去捧一个女的 但是我们得到一个答案 女孩子只要一恋爱 这女孩子就作废了 你管不了她 是情可待沉醉一夜 只留下一片的迷蒙 请刀弄是方未婆 是望住了一片雨 那时候她想说 应该她不想要再这样的生活 因为她已经18岁 经历这歌坛嘛 那也上十几年了 她想说 其实有时候平凡 有时候也是蛮好的 这样 江山带有人才出 一代新人换旧人 唱片公司成功的宣传策略 打响了江陵沈燕之后 如法炮制 她塑造出第二代的玉女偶像 林慧平跟金瑞瑶 江陵沈燕 承受着新人背出的压力 特别是深陷 演艺事业低潮的江陵 尽管靠着弟弟蒋三省 帮她创作了分手这首歌 再攀事业高峰 但是当年27岁的江陵 也已经有了退出歌坛 成家的打算了 她想要退居在幕后 或者是 不要再这么 因为有很多新人会串起 新人串起的时候 她有时候会有得失心 就觉得比她更好了 或者什么 听到有一些留言 有时候人嘛 人总是会有一些心情 有情绪的 我要奉劝那竟斗出开的女孩 如果你要找男朋友 不要只看她 怀疑飙水不水 你要留意她 是否适合 我已经快要唱了一个钟头了 歌龄对江陵的保护很深 很不雄外缘去打扰她 江陵的 而且她也比她内向 也不像她外向 所以这方面她会保护得很热 很厉害 当年秀场文化流行 黑道介入歌厅包打包秀 连江陵她也深受其害 秀场黑道也是让她想要退出歌词的另外一个 当时电视秀场两头跑 江陵承受压力让她几乎崩溃 她曾经向媒体透露 为了唱晚班 她每天不再睡得晚 还得要靠安眠药才能够入睡 有时候自己会害怕到突然哭了起来 加上经常会接到黑道莫名的恐吓电话 让原本喜欢的唱歌不再是兴趣 反而变成了最沉重的负担 当年唱片公司不准旗下的艺人谈恋爱 特别江陵和沈彦 都是经过精心包装的玉女偶像 尽管如此 两个年轻女孩还是私底下偷偷交了男朋友 剧传江陵一共谈了两段的恋情 但她低调不敢伸张 生怕恋情曝光上了报纸 影响了自己的形象 至于沈彦则是在出道之前就有男朋友 唱片公司只好默许这段恋情 只要求她低调不准上报 但没想到后来沈彦竟然闯出了大祸 她和之前男朋友分手了 因为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男人 在这里趁火起药 在这里蓝天白朗 因为泪泥 啊啊啊哟 那海天深处有了 但是没想到她后来跟这个另外一个男孩子 是当然是已经有太太 变成寒药好 公司变成没办法 因为女人一旦 这就是我讲的问题发生 女人一旦爱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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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没办法通知 天上信息数不尽 那个时候的玉女歌星是不准有绯闻的 刚好那时候沈彦闹了一个很大的绯闻 我觉得如果在现在可能观众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那时候就觉得啊一个玉女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绯闻 然后从此以后就沈彦就消失了 其实沈彦在那个时代她介入了别人的家庭的时候 她是觉得她找到了爱 她觉得她找到了一段她需要的爱情 沈彦介入了公司制作人的家庭 在当时民风保守的社会受到舆论的踏法 沈彦她忍受外界质疑的眼光 在她的世界里似乎只剩下了爱情 我们到马来西亚去表演 结果她到回来的时候 她电话费比她表演的费用还高 她一个晚上就几个钟头都在讲电话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 什么手机啊什么 那个时候要从饭店里面打过去电话 一打就几个钟头 都在夕阳下 天边翻起玩笑 一样一晚下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段的恋爱 可是对这些所谓的偶像来讲的话是不公平的 就是说这一段的恋爱竟然成了她一生中事业上最大的一个伤害 因为当时的观众不能够接受她怎么会介入这样的一段爱情故事 后来两个人一块离开了唱片公司出外奋斗 一年多的时间 两个人携手唱片的台湾各地 尽管这段恋情不被祝福 沈燕的演艺事业也严重受创 但他们都说今生有不悔 但这不悔的恋情只维持了几年 沈燕的她的人气直落 毕竟无法挽回歌迷的心 她的感情事业两头落空 纯情玉女一旦介入了感情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世界只有爱情是最伟大 什么醒穿穿醒 蹦蹦脸儿红已经都不重要 我觉得沈燕在她这一生当中 有一天她在回首她年轻的岁月 她可能会觉得我红过了 我也爱过了 该有的她都有了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观众跟朋友 应该用一种祝福的眼光来看待 他们过去的发展跟爱情 沈燕在推出最后一张专辑四季之后 从此在荧光幕前消失了 几十年来都没有在媒体上再度出现过 她的好朋友潘昂邦说 沈燕她结了婚 现在定居在美国 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孩 依旧留着一头长发 生活相当惬意 和江陵一样 都没有再付出歌坛的打算 她觉得现在反而给观众留一个 很好的印象 很好的一个image 反而会更好这样子 因为人总是会老嘛 对 但是我觉得 对啊 她现在反而很快乐 很平时 中国信仰 原来一个都比一个漂亮 花上了红装 换新的衣裳 水荡荡 江陵她遇到她爱的人的时候 她真的可以为了她的先生 为了她的孩子 完全放弃股光死色的隐秘事业 多少人重金礼品 透过我这边邀请他们出来 都不肯再出来 江陵目前除了参加自己活动之外 很少外职 特别是现在台湾狗仔武化盛行 她选择低调地过生活 沈雁则是在美国纽约开花店 外形没什么改变 当年第一代的玉女 决定把最好的记忆留给观众 他们的师兄高凌峰 也认同这样的做法 她说大家对于偶像的记忆 会停留在过去 观众是自私的 允许自己变老变胖 但却不允许他们的偶像变老 因为看了会心疼 或许江陵沈雁的决定 是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玉女偶像在今天的台湾歌台流行文化 恐怕暂时是退出了潮流了 今天只要感秀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有爆哄出名的机会 这也难怪许多名为偶像的艺人 他们会出现很多光怪路易的举动 这一切都以博板面为最高的指导原则 感谢你今天收看 我是我们讲 我们再会 娇小的一片雨啊 慢慢地走过来 请你们谢谢酒呀 真是停下来 每一节最新首播 请您准时锁定 每周日晚间八点钟 台湾起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